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内容的关键字 教你怎么抓五个W跟一个H 后来呢还教你就是做图片的记忆吧 最后下半堂课 我跟大家整理的是表情 肢体 还有这个声音该如何正确的 配合你稿子的氛围啦 还有调性来做适当的一个呈现 那刚刚也很好 就是说我们今天有出了非常多的突发状况 让大家来试试看 同学们都有大胆勇敢的来做表达 那希望今天课程结束之后呢 这些内容可以让你带回家 运用在你未来的生活上面 同时要持续的加油 哈喽 我是主播谭一轮 其实今天听到大家 大家在镜头前第一次播报 哇 得说真的蛮令人惊艳的 虽然有一点点小小的不完美 不过我们经过了两次三次的练习之后 甚至我们点评完 大家进步的相当神速 在后面的播报 其实真的都让大家觉得非常的顺畅 我觉得这就是大家的一种潜力 其实播报是有技巧的 但这些技巧交给大家 希望大家未来在工作或者是学校上面 都可以用来沟通以及应用 大家一起加油 Fight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